好,我现在先给各位看一下我的 刚刚不是有个猴子头,有星空吗? 但是我现在放了一个字 I am Susan 这只猴子叫Susan 我们怎么放这个字 有些同学曾经问过 我加了字,他自己去试,他加了字 但是他不能改 改的话其实是可以,要进编辑模式就可以改 我们稍微再加一个字给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按Shift A 这里原本我们都是用这个Mesh 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讲到 这个部分是Test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Test 那你会看到这个Test 现在其实它是躺平在地上 躺平在地上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它站起来 我们先用右字角 它是躺平在地上 我希望它站起来我就R 那270度的时候,它站起来 你可以看到OK,这里有一个Test 我们按一下F12 OK,你会看到这里有Test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比较立体 这个好像平面的感觉 那你也可以让它变得很立体 比如说,OK,这个是Test 那我要让它变立体一点呢 那我要让它变立体一点呢 我就选这个F5 这个Fund,就字形 那字形上面呢 它有,有这边你可以编辑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Geometry Geometry就是几何的调整 这里有一个Extrude就是几出 那你要几出多厚,你就在这边选 那如果我今天几出的是1.0 你会发现它变成很厚 很厚,那稍微看一下就会知道 它的字,字变这样超厚的 那当然它的颜色不够好看 你可以调整一下 那我如果挤出的是0.2 这样子可能就差不多已经算很厚了 那这就变成一个立体的字形 那现在问题是好像亮度不够 那所以你可以加灯或之类的 你可以甚至加环境光 让它稍微亮度够一点 好,OK,这样亮度就够一点 那你就看到你有字 那接下来你如果想要编辑 想要编辑这个字的内容 你可以先切到正面 或相机视角 然后呢,我在这边 这里有这个字嘛,对不对 我想要编辑它,我按Tab键 它这里会有一个好像游标的感觉 我可以按倒退键把它删掉 好,那我可以按这个键去 但是呢,各位一定会想说 那我打中文可以吗 打中文不行,要换字形 你打中文的话 你一定要给它一个中文字形 Blender预设没有用中文字形 所以你如果要使用中文的话 你必须要设定这边的字形 设成中文字形才可以 那你要去把那个字形档找出来 然后用这个去选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以英文做示范 好,那你可以 刚刚我们设定好 在编辑模式已经改好字了 改成Hello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材质上面去选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这个要绿色好了 绿色 好,那你就会得到一个 这边是黄色的字 这边是绿色的字 这边是绿色的字 然后有一个猴子头 后面是星空 这样的东西 那你可以试试看字形的加入 有时候在比如说 你的影片开场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喜欢用字来做开场 也有很多电影 其实它一开始是用字做开场 就可以考虑一下使用这种方式 OK 那当然后面我们会教各位怎么做动画 那字形的动画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好